合封控股 其實有幾間紙公司 業務包括了手機遊戲、桌上遊戲和漫畫 總共有三種產品 我自己亦都教授上市公司財技、企業管理、股票、衍生工具投資的教學課程 由錢入心從不懂股票到精通大中世價股 甚至有學生已經在財經雜誌上贏了不少股評人 我鼓勵他們寫作,然後出書 接著另一個業務就是在台灣和美國都發展board game 的遊戲 漫畫亦都會帶出現實世界的香港企業家故事 今次就和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曼希全的創辦人沈偉林先生 我們一起以F-fantasy為主題 設計了一種以創業家努力拔駭精神的駝飛輪 以我同名的漫畫方身合 其實我在2009年已經有一個概念要出版漫畫 不過我未想過是我自己的名字 做漫畫的書名 直至到我找到香港十大漫畫家曹志豪先生 他覺得我的故事都很吸引 所以我們一起合作了做香港的投資漫畫 由他提供編劇 本漫畫中也有10版的投資概念 香港其實需要一本投資漫畫 我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製作了第一期的漫畫 漫畫的畫面表達上 比較容易深入文心 以於理解 加上很多金融世界的秘聞 都是用漫畫的形式表達會更加豐富 我第一本的投資書 其實是在2015年3月發行 已經寫了10年 今年會出一個全新的修訂版 連同我的新作《古壇店陣錄》一起出 今次兩本書找了香港 另一個十大漫畫家 司徒劍橋先生親自操刀 兩本書合起來其實會同一個封面 兩本書的內容包括了 股票長線投資、亂炒和財經的操作 傳統的姊妹、漫畫業、卓相遊戲 很多人都視為借樣的行業 因為近年沒有太多代表作 一直都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 但香港其實是一個很有創造力 餓苦藏龍的地方 我們有很多人才 但沒有發揮的空間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缺乏投資者 所以我決定擔當投資者的角色 不要浪費了我這麼有創造力和潛力的地方 正如我投資的遊戲、漫畫一樣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是需要見面 需要溝通 這是人類生活的基本 其實上一代創造了很多輝煌的歷史 到我這一代應該延續下去 同時為下一代創造機會 正如我的理念 還人心願,如還己心願